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林森 新一轮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 面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形势 美中两国的经贸官员表示 此次对话的重点将是宏观经济风险和经济平衡发展 能源与环境合作 应对贸易挑战促进投资开放以及国际经济合作等议题 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 这次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不会达成任何重大的协议 那么面对如此严峻的全球经济危机 美中两国到底有哪些合作的前景呢 今天演播现场邀请的专家是美国工商理事会的研究员 艾伦托纳尔森先生 Mr.Allen Tunnels 托纳尔森先生在节目中讲英语 您所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 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 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 参加今天的节目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自己的看法 下面就是参加美国之音节目的具体方法 美国之音的节目除了通过短播电台和卫星电视播出以外 您也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用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且浏览其他的最新的报道和音像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好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 东达尔森先生欢迎来到时事大家谈 第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目前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正在北京举行 那么这是美中两国一年举行两次的这样的一个经贸官员的一个对话 我知道您一直对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一直持有批评的意见 你怎么看这一轮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 特别是在目前的这样的严重的这样的世界经济危机的情况下 我并不认为这个战略经济对话 从中国看来是非常成功的 从美国看来是失败的 这个是无疑的 如果各位相信 如果各位相信 都是中国政府带来的 如果美国政府想要改变政策 但是并没有全新的想要改变 尤其是 在人民币这个汇率的问题之上 造成贸易逆差的问题 那么无疑的这个动化框架就已经失败了 从2005年年中开始到现在 人民币升值了20% 但是同时我们也很明白地看到 人民币汇率还是受到北京政府的大力控制 而且在最近几个月当中 人民币也越来越弱 主要是为了要确保中国经济的增长 在这个全球金融形势当中 这个当然是美国最不愿意见到的情况 所以对美国来说 这个经济对话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成功 但是中国是想要维持现况 所以这个经济对话对中国来说就是成功了 因为他们的确做到这一点 我们都知道目前的现任政府 还有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就要卸任了 那么再次这个战略经济对话 还是现任的财政部长保尔森 到中国去参加代表美国参加这次对话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次奥巴马的新政府有没有派代表 像不久前的二十国集团的时候 奥巴马当选总统派了他的代表参加了二十国集团 那这次在这届政府马上就要卸任的时候 派保尔森去 您认为怎么样 这种做法是不是已经觉得 可能不会产生什么实质性的效果了 当然 美国这边的政治的计划 这种选举的日期啊 做法 让美国要处理基金问题变得比较困难 让世界上 要处理世界上的各种外交的问题 也有很多问题 因为我们11月就选总统 但是1月20号 隔年1月20号才能上任 所以有一个这个权力交接的期间 现在的布什总统 在宪法的规定下 是有全部的权力 一直到1月20号才会交接给新的总统 但是在我看来 在这个全球经济的这么危险的形势之下 我们必须要做一些工作 会有长期 会带来长期影响的动作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对于布什总统 对于财长巴尔森来说 都是错误的 因为毕竟 现在形势非常的危险 那么关于美中战略经济对话 我们对于这次的对话 并没有太大的期待 我认为财长巴尔森 还有布什总统应该要 其实本来就应该要把这个经济对话取消 然后告诉中国政府说 现在举行对话 布什总统快要下台了 这个举行电话不是太适合 应该要让新要上任的总统 能够有这个完全的掌权的机会 布什总统在宪法的规定之下 是在法律的规定上 到126号是有完全的权利的 但是我认为他和财长 应该要认识到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才是 刚才我们提到 在不久前的二十国峰会的时候 那时候奥巴马还没有选定自己的经济团队 当时他还是派了代表 参加了二十国集团的峰会 那么最近实际上奥巴马当选总统 已经公布了他的经济团队 你对他任命的这些经济团队里边的 这些内阁成员怎么评论 我觉得令我非常失望的一点就是 他选的这个经济团队的成员 让我感到很失望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人几乎全部都是 克林顿总统之下替他工作过的人 那就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奥巴马后任总统 他当初在竞选的时候 是说要带来改变的 但是他后来选的是 以前就已经在华盛顿工作过很久的人 他们当然都很聪明 都很精明 也会非常的称职 但是很明显的 这些人代表的就是 旧的想法还有现状 而华盛顿整个来说 就是思想非常旧的一个地方 所以如果奥巴马候选总统 有选一些新的人进来 注入一些新写 我们看到会是比较令人鼓舞的 我们需要的是新的想法 虽然他不断地强调 他的想法 他的这个对未来的展望 不断地强调 都是新的 但是这样子的说法是不够的 因为他选的经济团队成员 并没有显示出这一点 比如说他选的这个 对未来的